欢迎收看本期赛事圈 西部系后赛首轮第一场 火箭主场迎战爵士 本场第三季还剩1分26秒 克劳德突破上篮 而法里埃德在篮下试图封盖 当时克劳德和法里埃德发生肢体碰撞 克劳德先被撞倒在地 而法里埃德失去重心之后 直接被躺在地板上的克劳德给带倒在地 从慢镜头回放来看 法里埃德的脚有踩到克劳德的身体 他的脚甚至有带到克劳德的裆部 克劳德显然对法里埃德的动作感到不满 他迅速从地上爬起来 而法里埃德也立刻站起来 并和克劳德进行对峙 幸亏场上的其他球员和裁判及时上来制止 从而避免了冲突升级 最终裁判只是吹了法里埃德的防守犯规 克劳德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好了 今天的赛事圈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再见